Pokemon珍珠鑽石 今天的Pokemon珍珠鑽石再跟大家看看 另外四隻比較特別的蟲是怎樣入手 第一隻就是克雷色利亞 我們會來到水墨市 來到水墨市左下角的屋子 就會看到一個小朋友躺在 然後跟家長說話之後 我們就可以到外面去右邊的肥仔 搭船去滿月島 去到滿月島之後 就很快可以看到克雷色利亞的蹤影 但跟他說話之後就會消失 在他離開之後地上會有一個道具 我們需要把他撿回去去救那個小朋友 小朋友醒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白袋市 用之前的方法去拆這隻神租出來 詳細的方法可以看到之前的影片 然後下一個就是洛特帽 洛特帽就會去到白袋市 左邊出口離開之後 很快就可以進入一個森林裡面 之前其實經過還未有劈樹的時候 不能進去 現在我們飽機之後一定有劈樹 進去上面就是一間鬼屋 我們進去鬼屋之後 上去一層 到二樓的中間的門口進去 左邊數過來第二間房 就是我們捉洛特帽的地方 同部電視機說話之後 我們就會遇到洛特帽 在成功捕獲他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鎖匙 這條鎖匙就是關乎洛特帽進化的 我們會去到白袋市 然後上面會有一個大廈 需要劈樹才進去 我們進去之後 去左邊的盡頭會有一個暗門 我們在這裡用剛才得到的鎖匙 就可以打開這個暗門 然後裡面會見到很多電器 只要我們把洛特帽放到不同的電器裡面 他就會解放這個進化條件 所以記得要把所有電器都按過一次 之後就可以隨時切換他的形態 然後下一隻就是伊貝 伊貝又要去到家園市 一飛過去 Forgamon中心右邊的房子就是換的地方 前提就是要先開啟全國圖鑑才可以得到這隻伊貝 然後最後一隻就是雷吉奇卡斯 租這隻的前置作業就像上一條影片一樣 我們要先去地底掘迷之碎片 然後把它換成石板 再去捉三處神 捉齊三隻我們才有條件可以跟雷吉奇卡斯戰鬥 雪風市最頂的一個洞穴 原本是有人擋住你的 但是現在可以進去 我們進到這個洞穴之後 落到最底 然後好像畫面一樣滑動 我們就會來到雷吉奇卡斯的面前 然後我們將捉到的三處神放在隊伍裡面 這樣就可以達到可以跟他對戰的一個條件 以上就是這個遊戲 或者可以捉到的一些特別Pokémon 大部份我們影片都已經概括講完 還有一些神獸或者幻獸還未開放捕捉的話 我們會隨著更新之後再跟大家拍影片 好了那今集的影片到此為止 大家記得按LIKE和SHARE給你的朋友觀看 還未介紹門下弟子朋友 按訂閱頻道 還有鈴鈴接收直播和出現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Supo 我們下集再見 Pokémon 我們下集再見